講二進制之前,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 更深要了解一下十進制是什麼 十進制顧名思言我們遇到一串數字 他們每一個數碼可以由0到9,總共10個數字組成 如果在這個個位,如果超過了9,遇到9,再加1會怎樣呢? 那它就會進位了,9加1就是10,遇到逢10進1的情況 逢10就進1,這個就叫做十進制 在PaceValue我們也用過這個例子,60925 我們那時候有問過大家當中 如果我問你這個9字 這個9字,在這個60925 實際上代表多少的話 答案就是900,9乘100就是900 這個就不說那麼多了,在PaceValue 在進位鍵就教大家怎樣可以把一個數字拆開 那麼,如果我們再細心點看這條色的話 我們其實是可以再把它進一步拆開的 例如,這個由右手邊看過來,由個位數邊看過來 例如這個5乘21當然沒什麼搞,等於5乘1 那麼,2乘20呢,就可以等於沒什麼搞,等於2乘20 那麼,9乘100呢,就可以化作9乘10的2次方 1000呢,就化作10的3次方 10000就化作10的4次方 那麼,就是如此類推,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裡裡面,每一個數字呢 都是用10來做Base的 是的,10在這裡,10在這裡 這個其實也可以說,化作10的1次方 而1呢,也可以化作10的0次方 那麼,這個我們可以在日後關於說index 或者說次方那裡,我們可以再深入探渡的 那麼呢,他們全部的Base都是10的 所以,也就是10進制的意思 那麼呢,了解了10進制之後呢 2進制呢,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理解 他們每一個數碼呢,是由0,1組成 那麼,遇到這個位數,如果是1再加1的話呢 那麼,就要進位了 那麼,就逢2,逢2,進1 那麼,這個就是2進制了 那麼,例如我要說第4個位 這個1是解什麼的話呢 那麼,這個情況可能大家就要思考 之前,我給了9大家在第3個位 那麼,就可以一看就看得出是900了 那麼,在2進制呢,就不同玩法的 我們首先要把數字Fill到這一條色 那麼,同樣道理,右手邊開始Fill 這個是1 1 然後這個是0 第3個位,0 第4個位,1 第5個位,0 第6個位,1 那麼,這一串東西 如果我問你這個1 這個1,噢,原來這個1就是代表 1乘以2的3次方 那麼,相對應就是下面這個1乘以8 那麼,這個1就是代表8的意思 那麼,下面這個1是代表8 那麼,下面這條色是剛剛說的 這個2進制,我們一看到這一串2進制的數字 可以怎樣化作10進制 很簡單,就好像剛剛我們 我們Fill了這些PACEVALUE 然後將每一個數字 對應的數字填上去 然後就會得出下面這條色 將這些 炸開它,2的2次方去4 2的3次方去8 然後加起來 如果它呢 沒有記錯 計算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就會得出41 在這個例子就會得出41 那麼,用這個方法 我們就可以將2進制 怎樣 透過這一串運算 就會出一個10進制的數字 在這裡再加一個10 對了,10進制的數字 那麼呢 說完2進制,怎樣去10進制呢? 當然我們要有方法還原的 例如用剛剛的421這個例子 那怎樣做呢? 一開始我們把主角41在這裡 然後我們進行的是 短除法 除以什麼呢? 由於我們現在進行2進制 當然是除以2 對 對 這個是對應這個的 對 這個2 那如果我們進行8進制的話呢 我們就要在這裡 斷個8進制 這樣我們今天進行2進制 所以呢 用2來做短除法 現在進行10再進行2 2二乘以2 2乘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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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除以2是1 然后是0 我们除完出来 有一堆这堆余数 然后可以怎么看呢 就是这里 我们由下面这个1开始看 这样的方法看上来 1 2 3 4 5 6 那顺序写回来的话 标防这个是10进制 顺序写回来的话 这个1在这里 然后下面写回来 之后是0 1 0 0 1 这个就是2进制的答案 用这个短除的方法 看自己是要将10进制 变成什么进制 然后不停用这个数 来进行短除 除完之后拿回余数 这个就是由10进制 怎样可以变成2进制的方法 其他进制其实都可以 都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除了2进制之外 除了2进制之外 我们还有一样东西 叫16进制 16进制 顾名思义 又是很简单的说 每一个数码 每一个数码 可以由0到15 15 15那么大 如果再加1 再加1 就变成16 16呢? 然后就要进位 对吧? 我们说过每一个数码 都是只有一个数码 对吧? 遇到9之后 再加1 那就变成10 那么在16进制 来说呢 我们就会引入一些新的符号 例如9 这里加1 那就变成10 那么10呢 我们就不可以用10 因为用10的话 在16进制 如果你将它 用这个10 在16进制来说呢 这个1 就已经代表了16 16乘2 sorry 是1乘以16 再加0乘以1 这个是解16的 那么呢 如果真的要代表1个数码 是解10 在10进制里面 代表10的话 那你就会用A 那11 就是用B C D 如此类推 那大家都应该容易明白的 那自己可以画一画这堆数字 那么 那10进制平时有什么用呢? 例如 如果大家玩小画家 或者如果有玩HTML 的话 它有时候 那些colour code 呢 要大家填一堆 例如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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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堆呢 其实就是 十六进制的符号来的 那 那 对了 如果大家知道颜色的话 那每一只颜色 都可以 每一只颜色都可以 表示 用RGB 的这种 方式来表示 那 详细不讲那么多了 可能大家去其他地方 找相关的资料 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 那 这次十六进制呢 就讲到这里 讲多一点点 遇到一些情况 如果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 讲到的例子 那 看到 如果有一个数字 想转到十五进制 那 我同时又有十进制 又有二进制 的数 那应该用哪个来转呢 那 遇到这些情况的话 那 这个其实是一个 補充之要 那可能大家 不太明白我 这里所讲的 那 那不重要的 那如果大家 选你自己 觉得最舒服的方法 那 你如果做到的话 你就 41 16 那 32 然后 多少 那 这里本身已经有2 那 那 我想说 就是 你本身 如果有一个二进制 的数 那 2的四次方 就是等于16 那 那 其实我们可以将一个二进制 的数 将它 由右手边开始看 就是每四个数码 group 成为一组 那 这里没有啦 如果再有再长一点的话 都是每四个数码 group 成为一组 那 然后我们单独处理 每一个 例如1001 会对应16进制的什么呢 1001 好像这里 1001 这个1呢 那 之前说过 它 paste value 成为一组 这个是解1 2 4 8 这个是解8 这个是1 那 加上呢 就是9 然后 这个 这个是1 这个是2 这个是2 是的 那加上就是29 那 那 好比 如果你用16进制来除的话 首先 这个除数本身就是16 那 除以16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 相比起二进制来说 你一看 你一看 你除以就 会减少这个错误的发生 那 对 那 如果我手上有一个2进制 又有一个10进制的数 给你选择 要把它变成16进制的话 那就很简单了 你见到2进制的数 将它 每4个数码 由右手边开始 每4个数码 在一起 然后再每一个进行处理 那就会很容易计算到 这个16进制的数 是用什么数字 那 就讲到这里 好